朱婷霸气回归!李盈莹找回自信,中国女排横扫阿根廷获香港战首胜。 在众多球迷的期待中,朱婷终于再次身批国家队的球衣在比赛中登场。 2018年世界女排国家联赛香港战的首轮较量,中国女排迎战阿根廷女排,这是中国女排核心朱婷在世界联赛的复出首秀,最终在朱婷的带领下,中国女排以3-0,25-22,25-16,25-12,横扫阿根廷女排,获得了香港战首胜。 本场比赛,朱婷表现出色,在进攻、篮网、防守、发球等方面都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,全场22扣11中,扣球成功率达到了50%,篮网4分发球1分,朱婷拿到了全场最高的16分, 而且朱婷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还感染着全部中国女排的队员。 首局中国女排就以5-11处于落后,但就在这个时候朱婷站了出来,带领中国女排将比分追成11平,并以25-22拿下第一局。 第二局,朱婷又联手严妮连续双人篮网得分,没有给阿根廷女排多少机会,比分也很快就被拉开了。 而到了第三局,朱婷连发四球,这四个球都各有特点,让阿根廷女排的队员非常难受。 朱婷还在场上不停地给队友叮嘱些什么,大比分落后的时候,朱婷也与大家相互鼓励,起到了主心骨的作用。 此一,朱婷堪称霸气归来,感染了中国女排的每个队员,比如刘晓彤就迎来了爆发,虽然刘晓彤状态一直都是起起伏伏的,但身边出现朱婷的时候,情况或许就会大不一样了。 在之前李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击败巴西女排的那场比赛中,就证明了这一点。 李约奥运在这场比赛中也找回了自信,目前李约奥运是中国女排教练组重点查考的对象,虽然朱婷回归后,李约奥的出场机会肯定会减少,但这对于李约奥运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,就算是替补登场,也可能看出李约奥打得比之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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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